你可能要先預先做產生幾件事 第一個先產生一班二班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清單 那我就按照這個清單 把它怎麼樣 先抓一個產生一個新的 等於是說new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它名稱改成一班 然後換new第二班 就一樣重新命名第三班 這個清單怎麼做的 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 你可以把這個A欄的資料複製過來 貼到這邊來 那因為他會有重複的那怎麼辦呢 記得這個蠻好用的功能 叫移除重複 OK 像以前那個我記得以前2003以前的版本 都沒有移除重複 所以以前都是要自己寫 自己寫很簡單 比對比對比對 或者你先排序一下 全部排序完之後 然後如果你跟上面一樣就把它刪掉 你跟上面一樣就把它刪掉 留下只有剩一個 有方法很多啦 不過已經有人就不用 沒事就還要自己寫 我們把它先 產生有班級 一班二班三班 那當然呢我們第一個 至少你要學會 因為後面呢我們會需要學會跨工作表 所以後面的重點 就是 如何去操作那個蓄執物件 特別是 剛剛我們主要是range 物件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蓄執物件 也就是把範圍再擴大 那這個蓄執物件呢 基本上也蠻好理解啦 反正 新增工作表就是點add的方法 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你要變更它的名稱 就點name的屬性 把名稱改掉就可以了 刪除就要點delete 但是那個點delete有個麻煩的地方就是 它如果delete 它會向前地補 所以它的順序會亂掉 所以建議是不要從頭前面刪 而是從後面刪回來 比較沒有問題 我大概demo一下幾個 第一個 如果新增 所以新增的部分的話 城市主要就這幾行 大概就是跑一個回圈 我先 這個先 就我剛剛貼上的 直接這樣run給各位看 執行 結果有沒有看到 底下就有什麼呢 就是有一般有沒有 這個run完之後 可以產生的結果就是 這邊會產生什麼 一般二般三般 有沒有 也是一樣 這個名稱的來源 就是根據剛剛el欄的一般二般三般 所以你記得那個el欄一定要有一般二般 如果沒有 那你也就沒辦法產生 第二個你可能要學會 如何刪除 刪除的話記得 一定要倒過來刪 所以你要寫一個反向回圈 OK刪除有沒有 一二三不見了 新增 這怎麼寫 特別是我們先從 這兩個開始好了 一般我覺得這比較簡單 因為分割的話 城市就複雜許多了 所以第一個一定要先 學會新增 學會刪除 首先的話一樣 我們大概直接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請各位直接打一個 打一個什麼sug 然後也許你就打一個 P4新增工作表 enter就可以了 他頭跟尾會幫你產生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寫 如何新增 OK 特別注意 其實這個道理也跟前面差不多 只是說 多要學一個 所謂的序則物件 然後呢 我們需要什麼 一我先打一個4回圈好了 4i等於我要產生的剛好在第二列到第幾列呢 到第4列 那你可以向下追蹤 這個以前我們都寫過啦 所以如果你可以自己再把那個4的部分改寫成向下追蹤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什麼 我已經知道說我要的名稱在L欄的第二列到第4列我範圍先確定了 第二件事情的話呢 就是我先怎麼樣呢 先在這邊按下一個這個工作表新增的動作 當然這個動作以前你用滑鼠啦 不過你如果說還是像以前一樣那就沒有效率可能 所以以後如果你大量新增工作表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比如你網路上來一堆 你就自動新增 自動把資料放進去 有沒有 自動再換再新增一個 自動再放 反正管它有幾個你就一直讓它自動新增 所以你要學會如何新增 新增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 SHITS 有沒有這個物件嘛 SHITS的物件 它裡面呢有一個方法叫ADD 所以你點下去第一個就是ADD 新增嘛 空一格之後它會問你幾個問題 before還是after before的話 意思是說 那你是要放在哪一個工作表的前面呢 還是哪一個工作表的後面呢 所以一般的話 我們習慣都會放在最後面 所以怎麼放在最後面 理論上就是 放在 最後那一個 的後面 所以特別是放在最後那個的後面的話 敘述方法就是要after 打一個after 冒號等於 意思說我要傳遞一個參數 給那個after 跟它講說 我要放在哪一個呢 就是SHITS 一樣是SHITS SHITS刮符之後的話 跟它講說最後那一個 不過最後那一個現在是第二個 OK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add 假設說你現在兩個嘛 可是你add變三個 那這個數字應該就要 最後面那個應該就變3了 所以這個數字你不能用固定 那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知道說 到底目前 工作表的總數是多少 特別是說 如果你要知道工作表的總數的話 有個屬性 叫做SHITS 一樣 特別是說叫S 一樣SHITS 點 Count 特別是說 點Count你會發現它是屬性嘛 意思是說目前有幾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個兩個 這邊就二 如果三個這邊就變三 意思是說 我要 所以這一句話啦 當然如果以後你 不想了解太多 你就先把它記下來 這個意思是說 我要把它新增到最後面的意思 OK 所以這一句話的意思 OK 細節部分我想自己再了解一下